字幕广告 好 今天智萱的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了 不过在完成前 我要帮他打上一个非常可爱的蝴蝶结 对不对 是的 那老师就是 看你想要哪一面是正面 但因为这个智萱的作品 需要时间的淬炼 它还需要一点时间去吸那个细油 所以呢我先把这一边当正面 然后帮它打上一个很可爱的蝴蝶结 好 反过来了 但是没关系 我觉得很可爱就好 然后呢 摆上这个 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夜光灯 然后有没有很漂亮 看得出来吗 这样有没有看得更明显 超漂亮的 对不对 其实对 感觉很像水母的 养水母的那个 反正就我觉得 像鱼缸的水槽 很漂亮 非常漂亮 那老师的你要秀一下吗 我基本上就是很简单的 我可以借你放一下这个夜光灯台 老师的就很明显没有我的漂亮 硬要讲 没有啦 因为今天我选的是非常非常少女 而且重点是我下面还用了一些 我们讲紫水晶啊 还有珍珠去做它的表现 好 那今天的作品应该也算是大成功了 我自己认为 不知道观众朋友怎么认为 那在节目的最后 如果想要上这样课程 这样类型课程的 好朋友们应该去哪里上呢 我们请舒娃老师来介绍 好我们是新北市手工艺品商业同业工会 是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老师们都会忘记 因为工会的名字非常长 而且非常饶口 而且重点是工会非常厉害 因为工会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工会 有在看这个生活艺术家的观众朋友 就一定知道了 那如果对这个上课的课程内容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就可以到我们这个 新北市手工艺品商业同业工会里面 然后呢有什么样的课程呢 我们有课程有非常非常多 有手工皂啊 保养品啊 然后香水啊 还有金工就是耳环啊 串珠啊 很多很多只要是手作的 对还有画画 就是可以画在我们的木头上面啊 很多非常多元啊 那如果说你们对手作方面有兴趣 可以来找我们 欢迎跟我们联络哦 是当然啊 那这个我们这个每一集一定都要提到 我们这个政府的这个三年 三年七万 对三年七万的补助 对不对 那刚刚老师还漏掉一个那个非常有趣的课程 就是我们棒棒堂的课程 我记得棒棒堂的课程也有嘛 也有也有 那如果说针对这两位老师 就非常喜欢老师 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都是你最喜欢的感觉 那个美感都是深入你心的话 就一定要找到这个我们两位老师 对不对 那老师也一样有开课嘛 那老师开的课程是怎样的课程呢 我们只要是针对手作的课程 我们都一律都有在我们工会开课 所以欢迎有志青年 或是想从事第二春的妇女 嗯 我们都希望她来踊跃报名 因为我们工会 在新北真是首屈一指 感觉得出来 真的对不对 那今天的作品 是大成功 好不好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了 两位老师来到节目的现场 那生活艺术家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